我們有時又回想和南廣結善緣 才說要廣結善緣 台南市長黃偉哲卻被爆出 和網軍事件風波站上邊 南方行銷提交給民進黨的報告書中 點出2018年 網軍就曾介入民進黨的台南市長初選 而且很多針對黃偉哲的攻擊 幾乎都是競爭對手 陳廷非端的帳號 這個時候是去年的事情過了那麼久 這個時候有人特意在選前提出來 坦白講是不是要分化民進黨的團結 這個時候有人再去翻舊帳 而且拿出一本這個報告 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不是政治操作 黃偉哲沒有明說 但報告中還直接點名 前民進黨立委高智鵬的助理董德玉 就是協助陳廷非攻擊的主要打手 高智鵬委員我認識 董德玉先生我不認識 所以我不知道中間是怎樣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他 有沒有這個人是不是網軍我不知道 反正現在因為所謂藍綠的這個網路戰 這個方性未愛 所以難免會指稱對方有網軍 現在陳廷非神影一個上午 打算準備充足再來回應 同事也強調不認識董德玉 而這些被點名的帳號 有超過一半也是在攻擊自己 如今網軍事件延燒 也激盪出綠營內部的茶壺風暴 歡迎新聞陳延威 伊麗婷台南報導 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